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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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第四次 好像被通知 參加征售小組的審查會議 軍民不是不願意讓他透觀 是希望尋求一个对人民损害最少的方式 现在要拆人民的房子 给路边停车 政府收钱 你严重的侵害人民宪法保障的权利 我非常支持拓宽 但是要合理拓宽 要符合公义 符合比例原则 龙钢路 公社无减 浪费公堂 争取24笔拓宽 要听证 一条龙钢路 短短的是可能三公里左右 被切成三级 第一级过了 成为第二级第三级 一定要做的这个必要 那今天如果第二级也过的话 未来我们第三级的居民 好像也几乎给人家五花坝大榜 一定要被通过 这个是对我们人民权益的损害 所以我们要求的话 其实要听证的话 不应该只是第二级听证的 是整条龙钢路都应该要听证 他们用第一级来压迫我们第二级跟第三级 现在他们又以拆房子来压迫我们有不同意见的住户 那这样的循环我们到底要多久 目前的现况就是 市政府送审 我们就要来一趟做说明 送审一次我们就要一趟说明 我们不知道这样到底还要来几次 是永远他只要被退一次 他又送一次 我们就要来一次 那这条道路到底要做多久 我们终于拿到了市政府的交通评估报告 那这份交通评估报告呢 跟我们过去所说的 我们认为我们路况没有塞车 这件事情呢是相当符合的 我们刚刚路目前呢 他是扣宽路段这里是30米 这里是只有12米 那我们当初一直质疑 我们一直质疑 你目前的庸舍的情况呢 这边都是往 几乎车辆都是往火车站的方向 那我们看这份报告里面 他有77%呢 就是他做了 从2月6号做到2月8号 都是77%都是执行车辆 右转车辆只有10% 左转车辆只有10% 所以我们当初一直跟 跟市府的官员说很清楚是 我们看见多次执行车辆 可是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一个情况是 车辆到入口都会转弯 这是现在的路况 未来 未来 这条路透宽以后呢 就变得非常可怕 因为这一段完全没有透宽 这一段会透宽到30米 也就是说路宽差到2.5倍 那以2.5倍的情况 如果 大多数车辆还是往前 只有扫部车辆是左转或右转 这我们觉得 对当地人来说 我们觉得是一个灾难 他们一开始说 我们在这个路段是F级 后来又变成D级 现在他做了真实的报告以后 说变C级 都是因为 D级拓宽的问题 可是我们看到 多数的车辆都是往这个方向 以后面拓宽 跟前面 几乎根本就没有关系 他们还要把这样的数据呢 当作他们的证据 我们这次有请到第三期的居民 因为他们前阵子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这个问卷调查也是很有正义的 他说 反对 第三期反对扫宽的 只有 六 只有六个 6.5个人 所以呢 我们就去 我们就去 请 我们就去找第三期的居民 这是他们的联署书 我们希望透过 这里呢 这里至少就有30个人 30几个人 这边联署书 这 他们都支持 24名托宽 今天第一期的错误 很明显 大家去看 大而不当 人行道太宽 分割岛太宽 路边停车 通通都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所以政府的决策错误 要马上悬奶热马 而不是将错就错 因为他这种猜法的话 他补偿并没有到位 他只是补偿我们前面 但是我们里面的楼梯 里面的格局 都要改变过 等于说 他拆我们的房子 拿我们的地 最后我们还要拿检柱来修法制 我们抗争的是这一点 我们认为这个非常不合理 如果说 他如果说完全 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样做的话 只会伤害我们这附近的所有住户 对交通来讲没有实质的改善 因为我住在一段跟二段的交界处 所以说我常常在观察 我们那边的车车的问题 就是一段从那边塞足 并不是我们二段的问题 我们这是替代方案 能让我们居民能留多一点的土地 同时呢 也能目前也都能够配合 市政府目前的需求 那我们提出了替代方案 我们希望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方案 我们希望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取得 比较多的讨论跟共识 台南大理有一个24米的拓宽的路段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路况 是视线道是能解决交通问题的 那他们一直认为是 他们觉得所有的管线 都要放在人行道下面 那我们也看到第一期的拓宽路段里面 它的滚和车道还是有人口盖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期待的其实是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可是他们希望我们的行道 要做得很宽很宽 那我们要求要做听证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过去的 包括这一份资料 我们已经从103年开始 我们要都要不到 这次终于能够要到一点点 也包括说 我们过去要很多的讨论 他们都没有正面的回应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听证 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讨论 我们反应要24米拓宽 那他们当那个时候 市政府官员都回答我们 这个呢 要看都市计划委员会讨论以后才能定案 所以呢 我们就曾经发文要求 要参加 参加都市计划委员会 能够在里面做说明 结果呢 在今年106年的 3、4月间 他们就 偷偷开完了 在没有通知的情况 就偷偷看完 这个官员明确的告诉我们 他说他会告诉我们 邀请我们来参加 结果他竟然偷偷开完了 好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 跟土地征收相关的法条 那这些法条呢 都是假的 因为不管定再多的法 我们说要听证 或者是要合理的征收 这些法 都有没有用 没有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花瓶 我们一再说明 我们希望呢 他应该要一个合理的征收办法 应该要合理的 当有一些争议的时候 应该要进行听证 我们看见他都没有实行 像我们这样的法力 都是没有用的 都是正式绑装